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成功国小音乐班演奏生日快乐歌声中 议长童子伟和副议长杨秀玉带领下 包括市长谢国良 市议员和市府官员们一起高唱生日快乐歌 共同切下蛋糕 开心庆祝基隆市议会73周年会庆 庆祝会庆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和副议长杨秀玉 亲自表扬资深以及基优的市议会员工之外 议长也表彰现任的资深议员为名喉舌监督市政的贡献 首次以议长身份主持的议长童子伟 感谢议政顾问团和各界的支持 也谢谢市政府回应市议会的监督和名义 非常谢谢我们在座包含张前仪长 宋前仪长 以及南丽皇议员 张耿惠议员 林恩典议员 宇山发议员 宇美理议员 还有我们杨副议长都给我非常非常多的意见跟养分 那我也要利用这个公开的机会来表达我对李同社秘书长 以及我们各位一级主管 以及所有议会同仁对职位的帮忙跟协助 我想我们议会十个月来顺利的运作都靠我们议会的所有同仁 在各个方面还有各个单位一个螺丝一个螺丝的努力 我想我非常的感恩 所以我就可以专心的跑星辰 本会的运作都可以顺利 也非常谢谢我们各位局处首长以及县市长代理的师傅团队 而且对议会的监督以及问证都给予最大的协助跟会议名利 非常感谢我们在座的所有同仁 市议会也特地请来巴斗国小表演打鼓和舞师阵头 以及仁爱国小舞蹈班的演出 更有成功国小音乐班精彩的演奏 这三所国小都以不同而著名的才艺表演 接受市议会邀请为市议会会庆祝贺 也受到热烈掌声鼓励 同样首次以市长身份带领市政府团队 参加市议会会庆的基隆市长谢国良 同样表达感谢也愿意接受市议会的指导 我们明天也即将开议 我们这几天我跟我的市府团队也都非常努力的来准备 要完整的资料 让议会报告我们在明年度的一个施政的方向 跟我们预算的使用情形 那我不能说迫不及待 不能这样讲 但是我们只能说 我们很期待 听到议会的这些 对于市政非常了解的先进们 在市政上继续给我们的很多指导跟鼓励 我们每次有在议会 从议员给我们咨询的时候 有时候那个三句两句 就是累积的民意所期盼的跟依望 市府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这几天也都跟我的同仁在讨论 我们都有一个一致的共识 就是对于议会给我们的 尤其在议事殿堂上面给我们的咨询 我们是非常的真诚的感谢 而且愿意接受指导 最后在成功国小音乐班演奏生日快乐歌声中 大家一起高唱生日快乐歌 共同切下蛋糕 开心庆祝基隆市立会 73周年会庆 记者吴运松基隆报导 耗资2500万元 新建的信义区亲子馆 暨社区公共托育家园 在市长谢国良 议长童子伟 和社会处长杨玉兴等人 共同揭牌下正式启用 耗资2500万元新建的信义区亲子馆计 社区公共托育家园 在基隆市长谢国良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和基隆市政府社会处长杨玉兴 市议员陈宜 韩世玉 以及市议员何淑平服务处主任 以及里长等人共同揭牌下正式启用 并且向家长们宣布这项好消息 一个区域一个托育中心 我们一个重要政见的一个展现 那从过去的市府到现在 我们都继续在推动跟完善这个政见 今天这个是我们的第四座 对不对 那我跟玉兴正在努力 在明年度还要针对七度跟暖暖 也要针对我们的托育 继续的努力继续开辟 心意亲子馆我想是一个很好的区域上面 爸爸妈妈可以带孩子们来玩的 比较静态的一个环境 那比较动态的就是我上任以后 也努力在推动的这个室内儿童乐园 所以有了亲子馆跟室内儿童乐园 来互相的搭配 我们希望在我们的社区上 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 也有地方看看书休息 也有地方跑跑跳跳 更在下雨来临的时候 做好准备 做好一些亲子照顾的一个环境的一个部件 从上一任这个吴挺峰处长 在这个社会处的任内 就非常努力的这个 希望把这个性质馆来动工来完成 今天好不容易在我们这个杨处长的带领之下 那我想帅领我们新的市府团队 也非常谢谢谢市长对亲子馆的用心跟重视 我想这个在全市的各区 都看得到他的政策 这个在发挥 那我想我们接下来亲子馆的功能 可以在七个区都可以持续的开展 那我想这个对基隆来说是非常重要 大家知道基隆是一个多余 然后大概我们地下人丑 所以我们在亲子的空间上面的设施 我想对城市的发展 社会福利等等 还有我们母亲 小朋友等等相关的一些环境非常重要 我想非常感谢市政府的重视 那我想我们基隆市议会 也会全力来支持相关的预算 然后我们也希望这样子的 社会处的这个功能可以发挥的更好 亲子馆一楼规划为社区公共托育家园 收拖12名0到2岁以下的幼童 2楼亲子馆则是开放6岁以下的儿童 及照顾者入馆 在社会处长 杨玉昕陪同下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亲自到里面参观 也和带着小小朋友在里面参观的家长 闲话家常了解需求一起合照 社会处长杨玉昕表示 公共托育家园收拖12名0到2岁的幼童 50%的名额提供给弱势家庭 另外50%的名额提供给一般家庭 即日起接受符合资格的家长报名 今天信义亲子馆以及信义公托家园开张咯 欢迎家里有0到6岁的小朋友 能够来到我们信义亲子馆二楼来玩耍学习 另外家里有0到2岁的孩子们 尤其是有低收中低收身心障碍 或者是特进家庭的孩子们 我们有50%开放给这样的族群 一起来报名公托家园的服务 另外也有50%开放给一般的家庭 欢迎需要的朋友可以来开始报名哦 当初耗资2500万元 新建的信义区亲子馆 市政府自筹800万元 中央则是补助了1700万元左右 不但外观新颖色彩亮丽 内部也是全新装潢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基隆市目前发生的学生 持囚棒欧打同学的校园暴力事件 市长谢国良经过与校方警方及辅导人员 进行会议后 决定将针对商人的同学 启动长达一年期的辅导计划 我们会非常的关注所有学校 校园暴力后续的行为 我在今天早上跟张树德局长短暂讨论过后 我们也考虑 我们也考虑要求校方针对可能产生 校园暴力的学生分子 严格列管 然后我们也不排除 在征求家长的同意下 将可能会有这些暴力或知识的学生 我们会将他们集中起来进行法令宣导 针对日前发生校园暴力事件 市长谢国良亲自召开记者会 说明未来处置方案 那在经过这一阵子的讨论 跟前几天我们在府内又开了一次会 那我们未来决定 针对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行为人 我们会由少府会 会同少年队 会进行一周一次 长达一年的辅导 这个一周一次就是大约会在 每个礼拜五的下课后 我们会由少府会陪同少年队 会陪同这个少年行为人 也就是持棒 挥打这个 他的相关同学的这个行为人 会来对他进行辅导 每个礼拜五 我们都会对他进行辅导 那预计是长达一年左右 政府将针对世报学生 寄出每周一次为期一年的辅导计划之外 谢国良也向学生们喊话 所以针对这些高危险的校园少年分子 我们会考虑在征求家长的同意后 将他们集合起来 进行法令宣导 以及校园安全意识的认知 那也要列管这些 平常就在学校作威作福 或是动不动就以考虑伤害其他同学 作为方法的这些学生 来等于是在学校塑行他们的不良的行为 所以我想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 我们对于校园暴力这件事情 我们是非常的深刻的感同身受 而且一定会执行到底 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呼吁 这个我们的这些学生们 在学校就请好好尊师长有同学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也请不要挑战基隆市政府 以及基隆市警方的公权力 就像这位持棒的同学 未来一年每个礼拜五的下午 大家下课后 他都要附上庞大的时间成本 来对他过去的行为来弥补 市政府全力防堵校园暴力事件发生 将与警察局少府会一起携手 建立安全的校园 让学子安心就学 记者黄少鸣金融报道 基隆女中未来迎接明年的百年校庆 特别举办了一场师生史无前例的 艾无线卫星影像拍摄计划 与国家实验研究院太空中心合作 以服卫五号拍摄校地牌子影像 记录学校百岁生日的历史轨迹 期许飞跃一百再造风华 算准时间中午12点钟 基隆女中全校师生围在百年校庆logo旁 抬头挥手 让远在720公里高空的服卫五号 记录着动容时刻 就觉得很神奇 就是可以有卫星来帮我们庆祝校庆 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 而且还是百年校庆 觉得蛮新奇的 以前都没有这种体验 只有在我们学校有100年才有 为了抓住这落地生根的百年老校历史定位 校方结合艺术与科学领域 推出艾无线卫星影像拍摄计划 结合我们服卫五号 人造卫星的一个空拍 从地表720公里处 由服卫五号呢 经过我们学校的上空 然后来拍摄 让学生来了解高空空拍座位 在西澳的物理环境 包括这个气候 温度 云层的高度 还有疏度 跟整个这个透明度 这样拍摄的一个物理条件 能够呈现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图层 从发想 提案 规划 道动员 最后还得面对基隆英语的天气因素 好在中午时刻 云层散开 阳光露脸 任务完成 我们的整个设计团队 在整个筹划过程当中 一直在想 怎么样排这个图形出来 然后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含义 能够加深 那集结了自然科 还有我们美术科 以及所有师生的一个创意 把这样一个爱无限 用100的这样一个定义 来做这个神圣的时刻 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 是大家一起集结 团队的一个合力 然后再加上大家不为辛苦 然后共同为每一个人付出一点 才有办法拼成这么大的一个图像出来 校方也出动空拍机 与缩时摄影同步记录 结合天时地利人和 顺利取向 为百年校庆系列活动揭开序幕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由宏运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和台湾索诺瓦有限公司 共同促成听见爱 希望工程活动 捐赠了40台 造价超过300万的助听器 给基隆市政府 由宏运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和台湾索诺瓦有限公司 共同促成听见爱希望工程活动 捐赠40台总价值超过300万元的助听器 给基隆市政府 由市政府社会处副处长盛会中代表收下 我们知道天地上如果一旦有问题 其实在工作上和社交上 其实都会造成很大的困难和障碍 刚刚政府长也提到城市有碍 然后也提供他们但能力上市无碍 我们非常认同这样的理念 所以这次来捐赠这个 那这也是我们长期的计划 那当然希望只要基隆市政府 这边持续有这样的需要 那当然我们会持续地做这样的一个 更多有听选的人可以得到照顾的工作 我们其实基隆市是有很大的需求的 那我们就先就是透过这40台助听器 那让听选者可以听得好 然后他对他们的生活整体 也都是带来有效益的这样 社会处副处长盛会中也代表 基隆市长谢国良回赠感谢牌 感谢这两家公司 帮助基隆市中低收获低收入户 听账朋友们这项善举 这一次我们主要的对象 也是针对我们基隆市领友身账 这些经济上面比较有困难的 包括我们的中低收入户 以及低收入户 那目前的话我们中低收入户 有1106人 然后低收的话有308人 所以这总共加起来有1414人 那非常开心 那这些生障者都有福了 社会处指出 这40台助听器将由基隆市 辅聚资源中心转介后 由鸿运公司通知民众到鸿运公司 进行听力检查 检测符合资格者 当场提供民众助听器 而领友基隆市身心障碍 证明的中低收获低收声帐朋友 都可以在民国113年12月31日前 拨打基隆市辅聚资源中心 专线电话24696966洽询 秉持着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的精神 台湾一间投股公司 捐赠富康巴士给基隆市政府 董事长蔡彰黄曾经发愿 要捐给六都十六县市 各一辆顶级的富康巴士 协助生障朋友外出更便利 打开后车厢 升降梯缓缓降落 富康巴士内设备完善 宽敞空间 可以容纳两台轮椅 社会处长杨玉鑫亲自体验 这台高顶富康巴士 正式捐赠给基隆市政府 未来将服务生障朋友 富康巴士基本上是要 帮助这些身心障碍者 或者有说是轮椅组为主 但是轮椅组有分 有分低倍轮椅跟高倍轮椅 这中间的一个落差 大概就十几公分以上 所以为什么要捐这个 顶规浮湿的一个高顶巴士 就是你除了可以让这个 高倍轮椅的一些身心障碍同胞 你不用再委屈低于平顶的 就是一般平顶的富康巴士之外 其实你陪同的一个家人 也可以从后面直接不用弯着身子 直接就这样子进去 所以基本上这个顶规的一个规格 是跟救护车的规格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情况 我就希望不管台湾是本岛还是里岛 其实我都是捐这个高顶的一个富康巴士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做最好的一个 社会的一个所谓的感受 市长谢果良亲自颁发感谢状 肯定企业关怀弱势 捐赠者蔡彰皇董事长 长期关心身障议题 历经一次火灾实力逃生 发愿捐赠六都十六县市高顶富康巴士 并决定加码提供10万元专款 用于富康巴士营运费用 五年前我在火厂 就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家 结果后面我就顺风顺水 也就在三年多前我就发愿 要用最快的时间 捐赠全台湾各地 六都十六县各一台 最顶规的富康巴士 今天很高兴能够最终站 感恩之举最后一站圆梦了 那现在有了这一台富康巴士的加入 也加入了一个胜利军 但是还是要透过今天的捐赠仪式 再跟各位报告 我们也需要更多的资源 不管是物力就是车辆 还有人力驾驶等等 但是我想我们经过了这几年的观察 我们明年针对无障碍交通 我们会跨出一大步 现在的超高龄社会 以及障碍族群呢 在交通上面非常需要有工具 来帮助我们解决横向水平的移动需求 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的蔡董 来捐赠这台富康巴士 来增加我们基隆无障碍交通的运能 非常的感恩 借积极关怀弱势捐赠富康巴士 让声让朋友外出更方便 提供完善的生活环境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210万 这是目前最顶规的 这是目前最顶规的 运行交营业用车辆 下期使用牌照税 你是说 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喔 你教的爱诚实纳税啊 用这个啦 收到缴款书后 下载行动支付和电子支付APP 掃描QR口 就能马上缴纳 还有信用卡 ATM 转账等多元缴纳管道 都可以算定喔 很方便耶 多元缴纳不卡关 一路身上安心GO 此云寺药师佛店 历经两年策划开光启用 药师佛大殿内设有神佛尊相 壁堵 木科解王的灰红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前来点药师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此云寺药师佛店 参拜感受法喜 吉隆市区污水下水道施工开始咯 下水道工程施工 会在道路进行开挖时 设浇管及围社围离 工期陆续将暗月分区分段施工 部分车道会缩减 部分停车格会取消 请市民多注意 为了卫生和健康 请大家体谅多包含哦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以水上活动为发展重点的海童军 很适合在海港城市发展 香港童军总会的海童军 今天就特别到基隆 在教育活动及航行历史上交流取经 来自香港的海童军 在基隆沪海中心引领下 参访海科馆及海洋大学 其中只靠风帆 也可以横向美国的自由中国号 擁有百年历史 象征海洋精神与海洋文化的发展 自由中国号 他在三年前移到海洋大学来 那我们是以户外展示的方式 跟大家见面 那现在目前大部分展场的部分 已经都布置完了 包括有解说牌 我们希望他先去看一下海图 了解一下他整个航行的状况 跟过去那个麦哲伦 或镇河下西洋的路线 有什么差异 然后了解一下彼此的关系 那我们进到这个展区 看船的时候 我们当然会先看一下 船手的这个彩绘 然后了解一下他的意义 是不是八仙过海 那我们看一下龙木在哪里 然后我们进到这个 赏船的阶梯之后 可以看一下船的甲板的样子 然后船舱的样子 那在船舱的位置 那边可以拍一个照 就是你在直接在自由中国号 这个字样的旁边拍照 那你到了船底的部分 你就会看到船底 是不是有一个 一个官舵的一个视窗 然后另外有一个散的造型 那事实上那个是船的厕所 你可以了解一下这个船 大概的构造中式船的规划的方式 还有参访操船模拟式 了解台湾海洋多元教育成果 其中在护海中心的教爱分享与介绍 让香港海童军打开眼界 很小的小朋友 已经可以开始那个海洋的教育 这是我特别的 启发我们回去再想一想 基隆善尽地主之一 从海科馆海大到学校 都能看见基隆在海洋永续发展上的努力 我们透过香港跟台湾的交流 也希望透过海洋教育整个海洋城市 让友谊更加融洽 希望未来双方能有更多的机会 参与海洋教育活动 为保护海洋尽心力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前面这些有漆的有绿色的漆的 然后这个地方还画牙齿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救国团 救国团基隆士团委会各区会 以及真善美联谊会 合作七堂区的体育会 特地合资捐赠了80多双全新的跑步鞋 给七堂区八所国校的弱势学童 小朋友们都好开心 家长帮忙孩子们换穿新的跑步鞋 试试看合不合尺寸 穿起来舒不舒服 救国团基隆士团委会各区会 以及真善美联谊会 合作七堂区体育会 特地合资捐赠80多双 全新跑步鞋给七堂区八所国小的弱势学童们 帮助他们有新的鞋子可以穿 让小朋友们都好开心 主办单位也特地邀请基隆市政府中发处长林立禅 教育处专员以及同时也是救国团指导员的 市议员张耿辉和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指派的助理等人 到现场参加这场名为同心协力爱无限的捐血仪式 那希望就是说我们今天呢 就带了所有的光白给大家 那也希望大家呢以后就是快乐的成长 有能力可以再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好吗 每一个人小小的爱心 集起来变成一个大一点的爱心更多 让我们把爱心跟大家分享 那每位同学每位小朋友 你们穿着他们送你们的爱心 可以在你们学习的道路上 看到更多更远的东西 接受了这双鞋子 你们会内心感到硬满满的爱 那以后当然啊 借这个爱希望能够长大以后 能够继续传递下去 好也谢谢我们教育团 大家这么有心办这个努力的活动 希望以后啊 这些活动我们体育会商业总会 都可以来开与共产一阵子 也祝各位小朋友 可以迎接到学业进步 以为大家大家做好事情好不 谢谢 主办单位也很贴心 让小朋友当场量尺寸 试试鞋子大小 如果鞋子尺寸有不合脚 也立刻更换合脚的鞋子给学童 让孩子跟家长们感受来自社会的 关怀和温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